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所不同 但这几概念基本相似 为什么近年来很多人选择电动汽车呢 因为近年来随着公共设施的齐全 电动汽车充电方便 在指定地点停车就可以顺带充电 并且电池持续时间还很长 这样一来电动汽车需要投入成本就很低了 而燃油汽车的差距自然就产生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推荐两款车 张怀IEVA50这款车的内饰很智能 且续航时间增长 可以持续行驶500公里 适合较年轻人群 行EV450这款车的车型比较中规中矩 内饰比较简单 持续续航时间480公里 适合年龄稍微带点人群 在小编看来 买电动汽车成本低 后期使用事业不需要下过渡成本 且一直在改进 性能也比之前好很多 再加上现在我国汽车数量增长很多地方现好 但是电动汽车并不受限制 这只是一个代步工具 方便实惠才是最重要的 综上是小编的个人见解 希望能够选本车的朋友带来帮助